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大鸭 我竟然还以为它是真心送我花呢 气死我了 看我不好好教训它 天哪 这是我辛苦专心买的花呀 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我该怎么救这些可怜的花呀 诶 有了 正好 花要摆在花瓶里才无存活的更久 这样又是一束束新鲜的花啦 大鸭 你去哪儿了 奶奶 你看 我就说大鸭把这弄的 王奶奶 我刚才帮您整理了这些花 把它们都刷进光瓶里了 这里有大大小小好多瓶啊 您可以摆在小麦布里 摆在卧室里 还可以送给王爷爷 大鸭 你查的这些花真是太好看了 这么好看的花 我想送一些给我们的粉丝朋友 可以啊 它们像我这样点评论去练剑就可以收到了 我还以为 还以为 王奶奶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 这花被踩着踩不然堵呢 你看 这个绿色花片上面还有脚印呢 这脚看着有四十斤嘛 也不知道咱们小麦布谁的脚有这么大 蘑菇头 你还想我哪儿跑 对了 王奶奶 家里花瓶没了 我特意在抖音商城买了一些呢 点评论去练剑墓 走华记商城 点超值购频道 大牌好后股转起 光光省不省 大鸭 你懂事了 对了 咱们去看看蘑菇头 你给我举着这些花瓶 让我的花儿们都晒晒太阳 日落之前 不举回家 大鸭 你说奶奶做的对吗 小朋友 你是蘑菇头吗 你怎么知道 少爷 我终于找到你了 少爷 什么少爷 蘑菇头 少爷 其实你是马总十三多年的儿子 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 哪个马总 对啊 听都没听说过 你不会是骗钱的吧 这你们都不知道 马总可是这个市的首富啊 他找了十三多年的儿子 整整找了五十年 头发都白了 你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一定是我们十三多年的少爷啊 原来你说的是那个马总啊 我就知道我是富二代 你快带我去找我爸爸吧 您这边请 毛骨头 你别去 你就是想拦着我踏入上流社会 滚开 以后啊 你就是村里的土牛了 我不是一路人 那快去见马总吧 老王头 你这是刚购物去了 是啊 这是我在加勒福买的 加勒福双十一提前抢 十月二十八起低至五折 还有海量生鲜进口的爆款 给你来抢 好 我一会儿就去抢购 好吗 马总 听都没听说过 这个人肯定是人份子 王奶奶不好了 我爸爸有我帅吗 都说了你们长得一样 他长得肯定很帅 他住两城的边野 还是三城的边野啊 十八城 那我可以住一整城吗 不对 我爸爸可是首富 我让他给我买一栋 你是我爸的管家吧 你听到吗 发射 你敢打我 我爸可是首富 不让我爸辞退你 来做梦马总的 住手 放开我大孙子 别过来 再过来我把这小子累死 妈呀 奶奶 我又不是你亲孙子 再说你家那么穷 我早就想走到老家 快带我去找我爸了 你要气死我 这么笨的小孩 我都不想管卖了 你别走啊 快带我去找我爸 谢谢警察叔叔 这次招捕轮败子 多亏了蘑菇腾 要不是这孩子死都不忘了 我们也抓不住他呀 我不杂死你 你个臭小子 警察叔叔 你快帮我找到我爸 他就是首富啊 小麦克第3届快问派答比赛 正式开始 副剑 请先和你们说一下 这次的奖品是游乐园萌票一张 还有精美文具套装一张 咦 我言论的话 我想把一些送给我的粉丝朋友 可以呀 他们像我这样 点评论区第一条链接就能收到了 游戏开始 第一题逻辑题 教室里的十盏日光灯都亮着 现在关掉两盏日光灯 教室里还剩几盏日光灯 请敞答 这种小学一年级的题 到底想难倒谁呢 还剩八盏灯 不对 打压来回答 还剩十盏 关掉的灯也算 打压加一分 第二题 常识题 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是哪个 什么海洋 我住在山窝窝里 你怎么知道海洋的事 蘑菇糖 你真笨 小梅来回答 是加勒米海 我最喜欢捷克船长 啊 不对 打压来回答吧 是太平洋 打压又加一分 第三题是选择题 以下哪个不是我国四大名著 一水浒传 二西游记 三猫和老鼠 哎嘿 这个我最了解了 两短一长选最长 我选LOS 好吧 算你蒙对了 蘑菇头加一分 第四题动手题 二加一笔变青字 答对一题加一分 我知道 第三 干算了干 嗯 倒没加两分 还有打公仔的公 蘑菇头加一分 到我啦 语 上个的上 士兵的是 大压真厉害 一下子加了三分呢 累积下来 大压比你们两分数都高 我看这奖 不行 东妹姨 大家运气好而已啊 除非 她把这三个写完 我才幸福口活 写就写 这个二加一笔究竟 还能组成什么字呢 大家想猜没关系 你刚刚在抖音商城 给你买了两斤核桃补脑啊 点评论区链接 或左滑青商城 点超值购频道 大排好过五折起 逛逛逛逛不少 谢谢你 东妹姨 等我吃了核桃 就把这道题解开吧 嘿嘿嘿 我就是你的美美高种啊 我今天把作业写完了 还不跌倒了 能给我玩十分钟手机吗 豔腰的码写 钱 anecd收到 黑底水 打分 宣刺 洒 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肯定也要去吧 拿去挥霍吧 谢谢奶奶 奶奶 今天铁牛家做烧烤 我也想吃 你能不能做给我吃啊 这 奶奶不会做没什么烧烤呀 王奶奶 我会做 如果我做出来的话 您能给我去秋游的零花钱吗 好呀 你做出来让我大孙子满意了 我就给你零花钱 嗯 燕子 能给我尝一尝吗 快擦擦你的口水吧 诶 这纸巾好软啊 对啊 这是东梅仪在点桃买的 下载点桃并搜索双十一纸巾 有机会一分带回家呢 哇 我这就叫我妈妈囤一线在家里 看下 大功告成啦 色香味俱全 比铁牛家的还香呢 等一下 汪奶奶 你之前说 这烧烤让蘑菇头满意 就给我去秋游的零花钱的 对 对啊 那得等我们炒完之后再说 大孙子 快吃 哼 某些人不想兑现承诺 那我就拿去卖了 这么香的烧烤 一定能卖不少钱呢 奶奶 我炒完先叫风把钱给她 一会吃完再把钱收回来 对啊 再把她赶出去 还能省一顿晚饭呢 哎 燕子 这是五十块钱 你把烧烤留下 我是把烧烤拿去卖呢 还是留给王奶奶他们呢